最好有多些社區捷屍和單車徑 建更多屋子的話 子女就可以有自己的地方 我想有多些籃球場 為配合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當局正積極探討創新的方法 去開拓新土地資源 而發展岩洞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法 渠物署憲政進行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 網岩洞的可行性研究 希望騰出土地作為興建房屋 及其他有利民生的用途 整體改善社區和環境 現在的沙田污水處理廠 佔地二十八公頃 是全港最大的二級污水處理廠 服務六十多萬沙田區居民 可行性研究將會為我們的搬遷工程 作出長遠的規劃 我們亦都會顧及到社區對於工程的關注 我們的目標是為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污水處理服務 到時候 污水處理廠的處理設施 將會隱藏於岩洞裡 岩洞就猶如一個天然屏障 再配合適當的氣味控制措施 即位於山上遠離民居的通風口 將更有效解決氣味問題 將沙田污水處理廠 搬入岩洞這個計劃 對改善沙田區的環境 有很大的幫助 我深信香港的工程和專業人員 一定能夠將這個計劃做到最好 香港的地質以花崗岩和火山岩為主 非常堅硬 適合發展大型的岩洞 我們可以利用先進的開掛技術 發展岩洞空間 來安置一些政府的設施 以騰出更多的地面土地資源 做其他的發展用途 其實位於港島的赤柱污水處理廠 也是建於岩洞內 在設計和建造時 採用了完善的技術 確保日常運作 不會對鄰近居民和學校構成影響 我們赤柱污水廠 是在三個山洞裡面的 外面看,只看到山坡和入口 周圍的居民 都不太知道有間污水廠在那裡 我一直都不知道 這裡有污水處理廠 對,我也沒有聞過一些意味 或者看過一些污水在這裡 污水處理廠在那邊的山頭 剛才買好給我們學校的 雖然是很近,但我們怎樣都聞不到臭味 對,我們上課的時候 聞到的胸味很清新的 根本聞不到有甚麼臭味 環顧世界各地 有不少將污水處理廠 有不少將污水處理廠 興建在岩洞內的經驗 以瑞典為例 位於斯德哥爾摩的下帕拉污水處理廠 雖然臨近住宅區 但因為大部分處理設施 均設置於岩洞內 運作多年 並沒有對附近居民和環境造成滋擾 在芬蘭 亦有同類型的設備 例如卡高蘭馬基污水處理廠 一直和旁邊的社區和諧共存 沒有構成不良的影響 以挪威為例 在奧斯路也有同類型的岩洞設施 位於埃克貝格山岩洞內的 貝克拉格斯污水處理廠 雖然毗邻住宅區 但因為所有處理設施 均安置於岩洞內 所以對附近環境和居民 沒有造成任何滋擾 本港和北歐的岩洞污水處理廠 例子均能成功融入周邊社區和環境 我們會在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 往岩洞的計劃中 借鑒這些成功經驗 並因應該項目的情況 與市民的關注事項 引入其他優化和創新元素 完善整體規劃 沙田污水處理廠 搬入岩洞 可以開拓土地資源 優化社區和環境 沙田將會有一番新的面貌 到時不僅多了土地可用 還可以全面更生處理設施和技術 進一步提升服務質素 區埔處將會舉辦一系列的公眾參與活動 同市民攜手去優化我們的搬遷計劃 我們非常之歡迎大家 向我們提出寶貴的意見 歡迎瀏覽計劃網頁和Facebook專頁 或尋下列途徑查詢或發表意見 請訂閱 請訂閱 披折 開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